好的,我们接下来就是实作一个我们的内容 那当然有时候请同学去下载资料 我们看一下怎么实作 那一般做的步骤就是我们会选择哪一个专案的内容来create 就是说你如果原来都什么都没有 如果有的话就开启档案你的专案 那如果说没有就这五个专案你们去选一个这样 你选一个专案 选完专案之后呢 我们可以先建立响应式变数 或者是加入故意元件这样 那有一个比较大的故意元件叫模组 待会我们就会看到modular modular就是你已经把很多元件然后组在一起来 你要reuse 所以你可以加入模组这样 那模组也可以把它储存起来 所以之后你们其他的project也可以引用这个模组这样 那通常我们是加入故意 比如说我们加入了一个flat这个故意 然后呢要去绑定这个响应式的变数 所以呢我们通常就是拉故意 然后绑 然后如果没有变数的话 那就建立变数 如果没有响应式的函数的话 就建立想要参数 然后最后把这个故意跟这个绑定在一起这样 所以就是简单的这个步骤 我们就可以完成我们的APP这样 那举这个例子来讲的话 就是这个要去绑定资料库的这个title的栏位 有一个news 有一个news 我刚才给同学下载的是一个news的资料库 那这资料库里面呢 有这个这个内容 那其中有个叫title 那这个就是要显示title的内容 那至于这个故意是我们事先已经做好demo了 所以就不用管他 你就直接dream 你说这个故意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你就要去绑定这个变数 对不对 你要绑定 应该说这个是绑定这个变数 这个变数里面出准是哪一个资料库的表格 然后哪一个表格的哪一个栏位 那把那栏位的资料就会秀在这边 那因为你栏位是有很多内容的 所以这个快讯就是英文叫freshbar 这freshbar就会每两秒就会换下一个主题 每两秒就会换下一个主题 这样 好 那接下来就是会绑定你的图档 这个就是你的image的file 这个imagefile呢 我们就去 我们这个news里面有一个栏位 有一个url link 那当然你也可以就直接上传 然后去做连结这样 那因为这个是一个banner banner的话就是这个图啊 也可以往左往右这样子 就自动会换这个主页的图这样 那另外就是这里面的这个内容 我们可以去做绑定这样 就是说我们这边绑定了那个图 那也绑定了它的图的内容这样 当然也可以去说我按了这个按键 然后呢呼叫一个function 那我们今天按了按键 然后呼叫function的暂时不做 好 那我们就说我们这样就可以完成我们的APP 所以就很简单 就是就是连那个putong 这个就不是自工系的同学 一样可以去拉出这种网页 这样啊 手机 那也是网页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怎么做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做任何的专案 如果你是不是从不使用以前做过的东西 你就是要选择新的专案 那新的专案就有很多种 我们就是这个只有Hello World 那这个只有那个手机的外框 最简单的外框 这个就是简单的外框 还有Menu 然后这个是有外框 还有下面有有四个Tap 你按右键Copy 它就多一个这样 好 那所以呢 这个就是很容易就可以照出 你的三组 那就可以照出三个Menu Button 然后你可以去更改它的那个 可以更改它的那个那个Icon 然后Level也可以更改 那这个就是除了Tap之外 还有Manu 那我们就选择这个Ionic App 就可以 那Ionic App一开始就会出现像这样的画面 这是我们显示的 这边是我们预览 预览它 对不对 然后看隔线 就会出现像这样 所以这边一开始是首页 那我们大概要改成新闻嘛 那当然我都用中文 因为用英文 但因为这样比较快 好 那接下来我们可以去 呃连结资料库啊 一开始如果没有连结到资料库 那我们要连结资料库 那连结资料库之后 我们才可以汇赌资料 汇赌Excel的资料 这样 那汇赌资料之后 那他就会把这个资料存在一个变数里面 存在一个变数里面 好那所以呃那个第一次使用的时候呢 你要去跟资料库连结 那呃连怎么连结呢 你就要输入资料库的秘密 所以我们说username跟password 那我们一样把这个什么 这个MySQL的资料库的password 就是跟我们的username一样 你才不会记错 好 所以呃 在我们这个课堂中啊 你一定要输入你这个user 算是什么 你的你不是开个账号吗 你把那个账号的那个密码就打进去 那他的MySQL资料库的密码 跟你user的user account的密码就会一样这样 然后你点击这个产生token 那这样他就会出现这个连线成功 这样那呃有些同学刚来 那所以就请同学去下转一下 呃那个我们的档案这样 我们档案就是在我们的网络大学 啊然后呃 今天的一个news跟OTS的这个档案 你就点选然后下转就可以了 所以你还没有做的话 那请你先做这个动作 好 那我就先我们就先休息一下 呃新建一个专案 好那呃 开启专案那我们就选择 呃 Ionic App这样 那会出现像这个画面 好那呃 那接下来我们就按这个呃 呃进进阶功能这样 那这个进阶功能里面呢会有 哦没有广播 哦没有广播 这个进阶功能按下去之后啊就有个资料簿 那如果没有连结啊代表你现在还没有跟资料簿连结 那你就要按这个啊这个连结就按这个键就对了啊 好像准备要连结资料簿 那如果你按了这个之后呢 它会出现这个画面 那这个画面就是要输入刚才讲的这个你的这个Database的这个密码 那我们就说你最好就是跟你的啊 啊 username的那个密码一样啊 免得你要记两个麻烦啊 到时候你就会忘记了这样 那你输入之后就要按点击token啊 就产生token的意思 那这个token做什么用呢 啊这个产生token的目的呢 就是能够做安全的交易 因为你如果用你的密码 然后在传输之间的话 那是很危险的啊 那我们这边呢 这个token呢 你就比较应该是 理论上是没有办法被人家破解出你的密码 因为它是一个Hashcode 那根据Hash function的那个这个这个数学呢 你没有办法再推到原始的是什么内容这样子啊 所以呢 用这个token啊去安全的 或许我们就先做到这一步啊 那老师就稍微这个做一下给同学看一下啊 那我们上次是从这边进去嘛 那我们这次呢要直接从这边进来 那我就先 我都先跳出去好 我先跳出去 那我们说我们有这个 你有两种啊 如果说你记不住的话 就是IoT.TDU.ED.TW 但是因为它是WordPress 所以如果很多人用的时候速度就会比较慢 那我们这时候就选择手机与响应式的网页开发 那这边点进去的时候就会有就是我们一般上课的Snail Ionic View 那我们从这边开始然后慢慢教原理 但是如果说很快速的话 那我们就点Mobile 1X这样 那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我没有按那个 其实这个账号不是我的 我先Lock out好了 那我要 我首先要去做这个 因为大家都已经做过Sign Up了 那应该就不需要这样 那如果有出错我们再来讲怎么处理 那因为可能还有点点小小错也不一定 那我们这边就输入我自己的密码 应该是正确我就选这个 然后这个Remember me就是我下次 如果不小心跳过去 然后再进来的时候 就不需要再输入username跟password 像刚才就是他会记住 那个前者的username跟password 那我按Lock in这样 那这时候我们跑到进阶功能这边去看它 那应该有一个message变数 记不记得我们都是会打开眼睛 打开眼睛 那这个不要用 这绝对位置这个不要用 然后这个字就会出现hello world 那我们讲的图层就是这个 这个图层 那因为它现在只有一个文字而已 所以那就是一个text的内容在上面 那你点选它的话就会出现这个 它是h1的tag h1的tag 然后这边就是上一层 你就可以换成这个 我点到这边来我可以按复制 那就另外一个tag 那所以就是我们讲这边的功能 那我们可以delete掉它 这个可以删除 这样就是新生三个修改 都可以用 你一个按右键 按复制 一样可以 这个有bug 所以这个要container才可以复制 它要复制贴上 不好意思 这边比较麻烦 你按这边要复制 然后要再贴上 那这边就有点像复制贴上 所以这边复制贴上 好 那这个是这样 那我们重点不讲这个 哎 我这要顾连结了 好 我再做一次好了 我的是应该JC 可能它会记住 如果说你有连结的话 会记住 那我要把我的username 不然我的账号 要把它打进去 这样 按点击token 那有有连线成功 那连线成功的话 你就可以用这个把它关掉 那接下来我们就汇入资料 我们资料是什么 就点选它 然后按open 那它就会把这个资料 载到你的资料库里面 资料库已经更新了 你也可以去PHM 去看 那我们怎么知道说 资料有汇进去呢 那我们回到我们这边 其实这个变数里面 你看news就有多一个变数 那怎么知道说这里面的资料有进来呢 那在这个变数里面 你可以drain drop news 然后这边就可以出现这个news的 应该说整个table 因为我们的 我们刚才没有看我们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 这里打开的时候呢 它其实就是一个表格 一个table 这个table里面有id 然后title 这是我们的schema 就是我们的schema 就是资料结构 就是我们的table的资料结构 然后它的每一个资料结构的栏位名声就是上面这些东西 所以待会我们也是用这些当成它的变数 就是说第一笔资料的title就是这个 然后我们如果讲title 因为避免说资料量太大 所以你可以看出说 另外要注意的是说 我们这边有连结 那这个连结 我们如果直接从网布扣过来的那个连结 它实际上是点进去可以连到那个地方 但是这个ods 它必须要去除那个连结 也就是说它就是要纯文字 不能够说它是一个连结 如果是连结的话 那我们就会做错 另一个就是我们点选这个之后 点选这个 我们click这个 然后它要跑到这个网页去 所以这个link也是个连结 但是这个是我们image的连结 然后我们点选image 我们可以跑到link这个连结 那这个待会我们可以做一下 所以其实大概没有什么 那这个可能就是你的连结 那这个可能就是你的连结 到底是连结 连结 还是就是这个什么 有关于社会的这些type 你的这个 你的体育应该就这个吧 体育为什么 体育 这个也是体育嘛 好 Anyway 就是它有一个type ID 我也不知道这个type ID是什么 那这个是流水号 这样 所以它就是一个表格 你载进去之后 你看就是ID等于1 就是都是json的格式 这个代表array 就是在我们的这个什么 javascript里面就代表array 然后array里面的第一笔资料 就到一个括号结束 什么是括号的结束 应该到这里吧 到这里这样 这是第一笔资料 所以它里面有一个key value ID等于1 title等于这个 然后image url等于这个 然后这个看日记等于这个 然后link等于这个 之类的这样 所以它就是有key value key value 然后这是我们一笔资料 一个record 然后这边是我们的第二笔record 这样 那当然这只是让同学练习说 你有没有连上线 那当然这个是不重要 所以我们就把这边删除 其实我代表全部都会删除掉 那你如果删除掉的话 我们应该 因为什么删除掉 因为我没有去建那个什么 那个手机的网页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先做到这里 就是说到应该一开始的时候 应该是要到 不是 应该是 这个是不是要把它自换掉 不然每次会按住 新专案里面 选择APP 然后open 才对 那你open的时候 就会出现一个像这样的 就是有关于一个APP的外观的内容 这样 你可以点选这个去看一下 这里看就是你的server 这是我的账号 所以这是我账号的内容 我可以选择iOS的或者是iPad 或者是选择Windows PC的 我刚才按错了 我就按到Android 我们可以看Windows的 所以你就可以说 你大概这个想一时的网页 会长了什么样子 你可以用这个 那这其实就是run 你在web server 所以你当你做完的时候 你的web已经做出来了这样 那只是现在的server 是在我们中心的网站上面 那你也可以把它下载到你自己的 先下载 然后上看到你自己的create的web server 那现在我再去看变数的话 应该没有 你看是不是没有 没有的话 我要来这个进阶这边 就是函数的设定 小阳这边的设定 还有资料库 那资料库它已经连结了 所以我就直接按input就可以 input这个 因为你开新专案 所以应该去除以前所有的东西 好 那我们所有确定 那我们就说 我们要把去变数里面 把这个新闻拉过来 你看新闻这个变数 就绑定我们的这个表格的资料这样 好 那我们就先请同学做到这样子 那我先打个预防针 那我先打个预防针 如果你出现这个连结 连结不上的时候 那我们先打个预防针 带我一下 我怕就是到时候很多同学进不去 那我们就进到我们原来的那个SNAP 那个Ionic View这个地方 那因为我们如果进到我们这边 一开始进到我们这边去create帐号的话 那那个密码就把它设为一样 这样 可是我们在这边的时候 我们要做一件事情 我们要dialogin 对不对 然后我们这边要多做一件事情 create username跟password 这样 那这个password 然后我们就把它设为一样 就是说 就是说你打入跟你user name一样的password 那但是这是蛮sql的password 所以你这样的话才不会 就是你有两个不同的password 你迟早会忘记这样 然后你按确定 这样 然后再去重新做一次 看看连结有没有成功 那如果不成功你就举手 老师会过去帮你看到底什么原因这样 那我们就先做到这里 那我们请同学做一下 那我顺便点一下 所以你一定要make sure 你这边有出现成功 然后才按X离开 那这时候呢 这就连线 这个是断线 这是连线 所以你要看到这个有链接这个 就对了 那我们刚才已经有下载了嘛 所以这边就不用去下载了 那基本上我刚才有跟同学解释过 上面这个是栏位 然后这边是它的主要的内容 那这个是对应的image 然后呢这边的连结就是我点进去 然后它会走到那个 那个就会跳转到那个网页这样 那这个会有用 但是我们今天也暂时不做这样 好 那当然第一 你如果自己要create的话 你就做一个excel 但是我们同学不用 我们同学应该是在故事会 如果是你一般人不会的话 你会叫他说 你不会做 你也想做APP 那你就会网站 那你就说你就请把你的资料 这个就是栏位名称 栏位名称 栏位名称记住不能够是有空格的 因为买西国不吃空格 所以你要跟小白讲 这个是栏位名称这样 然后这个是你的表格名称 所以你会进去的表格news在这边这样 那观点的话 在这个excel就比较难做 我们在我们的database里面 可以把这个表格跟那个表格做观点这样 那另外就是注意的就是 这个超连结或这个超连结的功能 要把它取消 就是你可能就本来会出现底线 你就后面按一个那个 然后把它变成文字 这样就可以 那接下来我们刚才有做过 就把这个资料把它汇进去 那就会多一个叫news的这个变数这样 那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个news变数里面 就会有一个刚建立的这个表格的变数 叫news这样 news你如果把它从这里拖拉到这边的话 那就会出现你整个table的内容 这样 那一般会显示10笔 比如说你可能表格有一百万笔 那大概会出现10笔 那接下来就要做绑定的动作了 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 就两个嘛 一来先拉故意 然后再绑资料 或者是先建资料 然后再绑故意 那对table来讲的话 我们就先这个绑定资料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有个news 然后绑定的资料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们怎样去对他这个故意 然后绑定这个资料 那这个是已经预设好的东西 所以你可以自己 我们以后会有一个叫market place 你可以把你自己做好的东西 你如果这个很炫 然后别人也要购买你的整个project 或者是单一的component 都没有问题 你放在我们这边 比如一个卖20块钱 那你就会开始赚钱 这样 别人使用你就要付你20块钱 就是叫market place 那你先把这个拉进来 那拉进来的时候 这是个故意 那这有些故意呢 自动要你去绑定资料 像这个的话 就会自动要你去绑定资料 这个快讯 因为当初设计的就是这样 那你绑定什么呢 这边前面那个要选择news 应该是上一个 这边你下一次选单 下一次选单 然后选择news 是新闻 这个变数这样 然后你按了新闻之后呢 它会出现这个选项 你已经选择了新闻了嘛 然后接下来就是说 新闻里面的哪一个栏位 你要做这些事情这样 那这边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说 你只是要看而已 然后没有要做任何动作的话 那比如说click之后 你要跑到哪一个网页 比较完整的网页里 都是简单的东西嘛 那如果说你有click哪个网页的话 你要再做选择 那我们这一次呢暂时不选择 我们只是先简单的来介绍这个工具而已 那我们这边选择完之后 它自己会 因为这里面有非常多 它现在是一个回圈 就是v4的回圈 v4是我们后面会讲分 v4我们讲过了还没有 应该讲过了 v4这是一个for回圈这样 那for回圈是for每一个item里面的这个栏位 然后of一个set 那个set就是刚才讲的那个title那个栏位这样 所以一个一个的把它放进来 但是快讯呢 每一次只显示一笔 然后每两秒跳一次这样 所以呢 所以呢 这边就直接直接出现item连开头 然后每两秒会tut 会显示一个东西这样 因为很简单 所以我暂时就两个一起做 那下一个动作就是banner banner banner就是这个 你就是去一样 这边有个banner 刚才是flash 一个banner这样 我们就把这个banner跟flash 拉到我们这个里面这样 那一样我们就是选择news 对不对 然后news之后呢 我们选择image and url 就是我们有两种方式 一种出生在logo端 那一种就是直接放到我们的这个 这个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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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结到到那个什么到那个什么到那个这个网站 那这边也是一样啊 你这个那个click之后啊 要不要跳到那个网页一下 我们现在暂时也是没有动作 我们按足处 足处完之后呢 这边就会出现 所以我们一次就做这两个 好那我们就开始一起做一下 或者是你就先专心看 我们一起没有有路吧 有 好那我们就去那个操作一下这个动作这样 所以在在在哪一个地方 那这个 那不对 那我的APP 我的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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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掉了吗 奇怪 这个吗 应该在这里吧 对 我的 应该这个 应该在这里 好 好那我就先把这个删除 删除就按这个嘛 对吧 这个是删除整个网页 这是删除这个component 所以我们就直接把这个删除 让它就不见 好 接下来我们去模组 module 这边 我们拿一个flash 好 注意看绿色的地方 绿色的地方就是我们这个component 要放的位置 这样 那这个对不对 对吧 就在container 你看它旁边可以看到container吗 有一个红色的 这个Ionic container 这个在你的 算是我的左手边 萤幕应该也是左手边吧 那我们就把它放掉 那这边的时候就会快讯就会出来 那before是itom.txt 当然不是 不对 所以我们要去选择资料的来源 我们现在从news来选择 news选择完之后 我们这边可以选择title 那这个就会被更改 itom.txt 不对 要itom.title 我们这个表格 或者是这个json的array 它才可以有动作这样 好 我们按儲存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资料就跟它绑定了 这样 同理呢 我们将拉一个banner 注意看 banner拉到这边是错的 因为它是在里面 然后拉到这边也都错 然后拉到这个后面这个就对了 通常是拉到这里 拉到这里的时候一定是接下 接下 所以呢 你就拉到这边 那或者说你就继续看 你拉到这里也错 然后上面那就是 除了说你要banner先 然后再来快讯 但是这个 这个 根据自由时报的话 它是快讯 然后后面才是那个 这样也错 这样也是在前面 所以我这边demo一下 就是说你这个绿色线看不到 应该是要在快讯的下面 但它没有出现 但是没关系你把它放掉 这时候就在它下面 这样 那一样选择资料来源 这个事先要去绑定一个图片 那图片的是image url 然后按主存 那么我们这边就会产生像 上面就是我们的这个 什么 这个 这个 title的那个内容 然后每两秒它就会自动切换 为什么它是一个array 那这边的image也是一个array 然后它就自己会去 就是 应该也是在一两秒的时候 这个banner会自己去跳动 那如果说你想要看这个你的website 你就点这个 那你就会选择你要的比如说iPhone 然后就看起来就是像这个样子 那它这个应该 你应该也可以用手滑 对不对 我们的这个是可以用滑的 那这个 这个好像它是每两秒做一次 你用你的手机应该就可以滑 但是我这边好像滑不动 好 那我们就先做到这里 我们再解释一下 到模组这里 然后去拉 先拉flash 然后拉完flash之后 你要绑定news 然后news的title 那这边呢 拉banner banner就是那个banner是什么 广告 广告横幅嘛 然后就会 这个选择那个image url的那个栏位这样 好 那我们就请同学做一下 那个什么 就是banner 然后绑定资料 那所以呢 已经做到这里了 快讯跟banner 那接下来就是要细节的内容 那细节的内容呢 其实包含两个东西 他应该要先让你看一下 他就是说我先拉一个 ionic layout里面的一个item 那应该是最早有一个样式 我这边应该是还要再 最好就是给你看一下那个样式 这个不太对 这个太大 我们是比较小的那个 这个就是要有两个column的 所以这个比较复杂 我们这边就是一个image 然后放一个内容这样子 跟这个不太一样 但是look and feel 有点像 但是拉出来的这个效果 就跟那个不太一样这样 我们就来拉一下那个有关于 其实如果要一样的话是有一个方式 叫information 它里面其实还有一个叫information的layout 这样 那好 我先做一个你们不用做的吧 因为那个没有什么帮助 因为它设计好的 所以你会觉得没有什么帮助 那我们再还是不要做 我还是就是直接用它这边的 首先呢 我们就是这个layout 那我们知道layout就是一个容器 对不对 所以我们去拉这个layout 哪一个layout呢 叫Ionic item 那你要了解Ionic item细节的话 你要去Ionic的网站的framework里面去看 基本上就是所有的东西会放到同一个row 我这边可以拉第一个东西 第二个东西 然后都会放到同一个row里面这样 比如说这个是一个row的概念 它其实叫item 好 那这个row既然会放在一起的话 那我们就要放两件事情 一个就是一个image 还有就是image所对应的内容 所以image就是这个 对吧 然后内容就是这个 所以我们这时候时间 其实是把这个Ionic的title 然后放在后面 那这个image把它缩小 然后放在这边 这样 那这个是每一次只显示一个 那这个是显示一个列表 information的列表这样 那就用到我们上礼拜所讲的v4 这个它要绑定一个回圈这样 那Ionic item可以去绑定一个for loop 那这个for loop我们一样要绑定一个栏位 我们就来绑定一个表格 那我们一样可以来做 我们看下一个步骤 那r那个点两下 这个可能以后按右键就可以做了 目前要点两下 然后出现绑定 通常就是点两下出现绑定 点一下会出现这个 那这个是绑定功能 那个就是messor 或者应该叫function 就是在jiosk会叫function 就是绑定这个想意识变数的这个功能这样 因为我click这个item 那其实可以跑到另外一个网页 那就是一个绑定一个function这样 那这边就是拉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两下 可以两下出现什么呢 出现这个一样绑定的资料 然后绑定什么呢 就是我们刚才的news这样 比方法定我们的news 那换句话说 这里面的内容都是从news里面来 那news里面有很多栏位 那栏位我们可以去选择 那要有选择到的 就会出现在这个roll里面 这一行里面这样 那我们今天只选择image 跟那个title这样 那我们就按储存 那就可以出现 因为它是一个for loop 对不对 vfor就是for loop 所以那for loop呢 就会把你这边有几行 通常我们说我们会展示十行 那你这个就会把一行一行的展示 因为你没有说这个roll 这个news的什么栏位 要放在这个位置 对吧 所以呢 你就只能看到这个for loop 就长得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刚才绑定呢 其实绑定一个for loop 那我怎么知道 我大概就可以秀给同学看 这样 那你看到这个的话 那已经快成功了 就是我们只要把这个title放进来 image放进来 那么就OK了 这样 好 那我们就再看下一步怎么做 这样 下一步的话呢 我们就去点击这个内容 因为这个roll的内容 你看这是一个 一个 它不是变数嘛 那我们要变数 那有变数才会做回圈的 那个每一个资料会不一样 第一笔到第N笔资料 所以我们点选这个 那点选这个之后呢 因为我们可以在属性的栏位这边 那我们都要选择title跟image 这样 news的title 还有news的image 要两个这样 大家只能一次选一个 就是有点小小的限制 不会 你不能说一次就把多个选进来 还没有那么升级的功能这样 那你也可以把那个ionic item 每一次都追求好像那个item 其实也蛮讨厌的 除了说它是一个比如说句号 一个一点一点的point 那这可能还有用 那其实有个index index就会出现123 那或许我们当然再来做 加index这个功能这样 那ID也刚好是123 那所以我们会用index 通常不会用ID 那这样的话呢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内容都会出来 所以我们现在放了一个 这个物件的title内容 那这个item就是指某一个recker 模的质量的那个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可以再拉一个image 所以我们要拉一个image到这边了 那怎么拉呢? 在image这边有一个叫thumbnail 这里面其实有avatar 你也可以拉avatar 那就是不要拉image 因为一拉完就这么大这样 那也不能拉icon 所以这为什么有两个image 有点奇怪 ok就是要拉这个avatar 或者是拉这个thumbnail thumbnail就是一个正方形的 那avatar就是一个圆形的 不太一样而已 不太一样而已 这样 那一的la 这个avatar 一个就是la thumbnail 那你什么叫avatar 什么是thumbnail 你可以去看一下 ihanic的那个说明 那个网站的说明这样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绑定image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image 模样呢 我们在thumbnail 这个图片里面的这个属性 这个属性 这个送这边 然后点选点点点 然后就可以出现image的url 那我们按右键也可以 按右键编辑也可以 所以有两种方式 好 那你就会看到像这个样子 那就完成了一个新闻的 这个基本上的外观 那接下来就可以到你的server 去观看它的那个效果 这样 那老师先做一下 然后我们同学能够follow 老师的这个做的这个过程 这样 那我们回到这个地方 那我们再讲一次 我们首先 我们要拉一个一个一个的raw 那那个raw呢 可以用v4去做维圈 那我们当然要绑定news 就是news的一个record 我们要绑定它 所以 我们跑到我们的这个 iunk layout 里面的item item 就把它拉进来 那这个拉进来的话 反正不要在这个之前就好 好 那我们说我们要绑定 绑定的话 我们就说double click 对不对 按两次 然后呢 我们进到我们的news 然后按储存 那这边就会产生v4 那我这个其实可以不要 这个 你看我再demo一下 如果这样的话只是文字而已 好 然后我可以按这个 往上这个键 那变成整个这个raw 这个 这个其实这个footer也是一个item 然后里面只有一个 Ionic foot footer 这个东西 可以把它删除 那个没有用就可以把它删除 所以footer就给我删除了这样 那先当个同学一下 那个 我们就把它做完 然后 我们待会再让同学休息10分钟 好 那接下来就是这个 我们可以点选 出现这个内容 那这边有个点点点 对吧 所以我们可以点选title 那你看 你这个完了之后 对了 但是前面多了Ionic item 所以你可以来这边去 去把它删除这样 好 那这样的话看起来就ok 看起来就ok 好 可是呢 我这边还要再加一个什么 那个Avatar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就先把它关起来 然后跑到Image里面 然后我们要用Avatar 或者是用Thumbnail 这个要注意一下 你要看那个绿色 在这边对不对 不对 不对 这是在Image的下面 对不对 在这边对不对 不对 这是在整个Item的上面 然后在这边对不对 可以 因为什么 它是在NewsItem的上面 可以 这边对不对 不对 你变成说文字 然后在Image 所以呢 这个绿色线在什么地方 是很重要的 那要放在这里 才会对 ok 但是我现在没有绑定资料 所以一样Double Click 这个Double Click 就是绑定我内部的内容 所以这边一样到这个Source 这边 我们直接选择Image的URL 这次它会直接盖掉 这样 然后就会出现这个内容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到我们的手机 去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做出来的APP 另外一个还没有改的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Double Click就可以改 或者你可以来这边改 那我这边是新闻的网页 就是News 少一个 n大型 news 这样 那这样的话就完成 我们再去看一下这个内容 好 那就看起来就是ok 好 那我们就休息到 16分 16分这样 那如果说你要做 你就可以把它顺便做一下 然后再休息 现在要把那个连结把它加上去 那这边有两个 所以就不是说重做就可以 那怎么样 找不到待会这个用绑定的 我也再试看看 因为我重新绑定 但是它不work 那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那刚才有请工程师看了一下 那我们现在这个要怎么绑定 那这个绑定有点小小的 应该说tricky吧 我们来看一下说 我们怎么去做绑定的动作 这样 这个 好 那 这个绑定我们就暂时过来 假如说我们按了这个 我们想要 咦 我已经绑定了 ok 好 我已经绑定了 这样子 这样 好 那我就 我就再做一次好了 在这边 我们有绑定功能 所有的东西都可以click 不然我试这个看看 这个 这个要怎么回去呢 上一页 好 那我刚才点这个好像不行 那我点这个应该也不行 OK 目前不行 那我们试看看好了 我们用这种绑定的方式这样 所以首先 我现在是选择 所有东西都可以click 那我们假如说我们是选择image的话 那现在显然不是 这是image吗 应该是吧 manner 我们可以来这边看一下image 这个banner banner banner里面有一个card card里面有slide slide里面 还有一个slide 然后这才是image ok 我现在这个有image 在这地方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去绑定功能这样 绑定功能 但是点选image不行 那我不知道这种方法就可以 也就是我click它的时候 然后我要做到那个function这样 那假如说我现在没有 那我就直接加一个function 那我这边就说go to url 就要go to link 我要go to到那个link的栏位这样 那go to link的栏位的话 这边有个API叫go to url 那这个link的栏位 所以怎么进来呢 那本来我的想法是说 那我就来这个电柱里面去拉 然后拉news.link这样 news.link 但是问题是它这边 没有一个news.link这边 所以我这边go to 这个不是link的也没有用 对吧 所以这个就不可行这样 那另外一个方式就是说 那个link是由外界传进来的 所以我们这边就是在里面他一下 那我们就说这就是一个link 然后是由外界传这个参数给他的 然后我们这个link呢 再复制那里go to这个link这样 所以我们这边呢就是要传一个参数 那我们按set and asset或者是save都可以 比如说我们按save 那这时候回到我们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这时候选择go to link click go to link 那因为我们有给参数 所以他就会说有个参数 那这样就绑定往下拉 就有 又有个news.link这样 所以在那边没有 但是这边有 然后我们按储存 那刚才是那个image好像不行 对吧 那我们现在再run一次看看 这样image行不行 然后点选image 还是不行 所以是要绑最外面的吗 好 那我们如果绑最外面 Anyway 这个 这个也没有把它删除 这个要往上一个 那是click 那但是这个就可以 那这个image可不可以呢 好 我们看一下我们这边 一样点选这个 然后做绑定 然后我这边选择function 我们去编辑 你看也是一样 这个function 这个是没有改名字 那你传入一个URL 然后go to URL 是类似的go to link 也是这样 那这边的话就可以 那我按save 那他一样呢 他会回到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就选择 这个news里面的link 这样 那 因为有选过了 所以这边可能就 多了一个news的link 这样 我按储存 好 那其实是两个都一样的话 那就直接共用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这边再去试看看 好 就点选这个 好 就可以跑到那边 然后快讯 我们刚才有做过 应该是ok 所以我们当同学 练习一下说 按这个东西 然后之后我们说link 这样 那我这边如果改成go to link 看可不可以 go to link 然后我们连接的是这个link 按储存 这样 好 那我们就去run cloud 然后我们去点选这个 这真的是可以 对不对 我现在function已经改变了 那 那是可以的 所以我们这边也可以做link 只是做的东西不一样而已 那大概我试试看这个 这个thumbnail 看能不能够做link 这边有点怪怪的 还是说 我click是click到banner 那banner没有 那所以就不行 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 就点选 我现在是点选到banner 那这就是外面 所以我这边是点选到banner banner 我们就直接连接 然后因为已经有这个function 我们就直接选go to link 一样 就选择link 就这样 然后我们促存 那这样的话按了这个呢 还是不行 那应该是有些bug 就是它的slice不行 这个 这个可以 然后 我们要往 按右键 然后 要在空白的地方按右键 然后回到上一页 那这个不行 就我刚才有回报给那个工程师 我觉得他会去看 为什么这个car是没有办法 go to link 他会去看一下 那我们就做这个 那这个就是比较完整 你去可以连接到那个 那个网路的我们有个连接一下 那我们这个也做一下 有点不太远 连接就可以 那我们这礼拜的作业 就以group为一组 所以就不用 就是像前面那个作业是每一个都自己做 那这个的话就是两个一起做 然后讨论 然后产生一个power point就可以 那我们的要做的东西就是你们由group来决定 这样 所以我们的这礼拜的方法二 你大概就是把那个页面大概做出来就ok了 就是说你们就提出一个 这个对你的这个group app的project的一些说明 这样 然后啊 接下来要说明说啊 这个app是解决什么痛点 那你不用说因为我要去算bmi 所以写一个bmi的那个app 不要这样啊 那个就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痛点啊 然后大概解决的方法是怎么解决的这样啊 所以就是你们两个一组啊 然后去想一个题目啊 然后都有配对吧 应该上次都有配对 然后配对同学做在一起啊 互相帮忙 那所以呢就是大概就是先用power point 然后提出你要解决什么问题这样子 那不用实做 如果你要实做一点也没有什么关系 因为目前还没有交很多 尤其是Ionic的非常内容非常多 就是它的故意非常多 然后你要怎么去排版啊 弄得漂漂亮亮的 我们也还没有解释啊 那呃但如果说你比较进阶的话 你可以去看Ionic的网站啊 那我I网站它是用呃就是写code的 那我们这边是dread and drop的啊 那所以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啊 或者是我也可以稍微讲一下啊 我反正我们现在还有点时间啊 那我们第二个app我们也暂时就啊 就就就就就不介绍啊 我们就直接回过头来讲一下那个 我们的啊那个layout的部分啊 因为layout这个部分啊 我们同学一定会用到的 应该是这个 ok 好那我们讲一下layout啊 但是呃头影片是在 就是在那个呃这个原理的那个里面 但是可能同学把它会用到啊 就是我们用这个地方 然后呢它可以有各式各样的layout 那我们说啊在app里面呢 它的layout其实就不管是网站啊 或者是那个app啊 它都是有一个叫grid的 那原则上它都是呃就是12格 也就是说它把每一个row切成12格这样 那比如说你这样就只有两格而已 然后它是item 所以它就一个接一个接一个这样啊 可是呢 你有没有机会说啊我这边要多少 然后那边要多少这样 或者说你有三个有五个的啊 那要怎么做这样啊 那如果说你要有十个的 那你就很简单 就把删除就好了 删除这个就变成一个 再删除一个就变成十个 所以你如果是个内容的话 那你就做这样的类似这样的layout 哎这个layout一定有外框吗 看一下 有外框 那可以把外框去掉吗 其实有些东西我也还没有完全 应该是在这个某一个css里面呢 我们可以把那个border把它去掉这样 那至于在哪里 可能要找一下 这个是指这个文字内容吗 Decoration 是这个吗 可能border一 我把它改成border零 应该就会没有外框 应该吧 零 还是只有改一道 但是应该是要 要这个往上 往上 border也不一定是那个 我问看看说这个 这个 这个border为零 为什么这个没有改变 所以现在暂时有外框 应该是可以 没有外框的 还是这个gris 3 是没有外框的 没有外框 那怎么把外框去掉 这个我要问看看 这个我要问看看 就是说怎么样去把这个外框 把它清除掉 没有写怎么去做这样 那这些也都可以做for loop 比如说你假设只有三个东西 那你要平等分也可以 那你比如说这个要稍微小一点 那怎么办呢 这边就有一个property叫size 在这里 比如说这边刚才讲 应该再把它加回去 应该有12个 我们把它复制 复制 再复制一个 一二三四五六 你看对了 你看就是 现在就是你如果有三的话 原则上是四四四 那你怎样可以变化呢 那所以就是在这个 这个什么size这边 可以把它变大变小 还有push啊 reset啊这边 有各种不同的变化 我先暂时用size 这个来做例子 你现在是四格 对不对 那如果说你只想占两格 怎么办 你要写2 然后按enter 那就变成两格 那这边呢 会自动去排版 因为你这个2 那就剩下10 那你这边只有两格 所以就各5 那这个排版也会用到 因为你如果说 东西要做得很漂亮很精致的话 那你就是要用这种排版的方式 那如果说你是要连在一起 那像这里其实也可以 也可以做一些手脚 比如说这边有点太靠近了 那我要设order 对不对 就是应该这样 设packing 或margin 所以我来这边 css 里面 然后他应该有一个 应该 没有 他只要用这个 直接打 打的 好吧 我们就设margin 试试看 比如我们设为5 这样 margin 然后按enter 哦 不是time 应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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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b 对不对 lab 你看就可以 稍微把它隔开 那你这样的话就不会说 我的字啊 连在一起 这些小细节其实都是html5 然后加css的变化这样 像这个其实就是业界的标准 就是说都是12格 然后12格你再去区分它 这个我们的glit 其实也有一个 有个讲义 但是我们现在就先讲同学 这个glit是怎么用 那 这个create出一个APP 这边其实就不用管它了嘛 这就是create 一个new new 一个project 就会有的东西 我们就不会管它了 然后这是glit的部分 那卡的layout 我们上次有用过 还记得吗 就是有那个 EMI的那个net 那我先暂时把 某些东西不要 把它删除 然后就跳上去 然后按删除 然后这个跳 然后再把它外框是这个 其实好像没有完全删除 同学有看出来吗 应该还要再往上一层 这一层 才是整个 整个glit的内容 这样 然后这样按删除 所以你看这里还有一个glit 没有被删除掉 所以你要删除啊 复制啊 一定要选对 选对位置 这还是个glit 所以就删除 这样的话 才是正确 这样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 这个glit 你可以这么做 那item有解释过 item就是 一次就是 所有东西都会在同一行里面 那至于行跟 内容跟内容之间 我们就可以设 这个 这个我记得他已经改过了 为什么没有 就是 嗯 为什么会没有 应该会做成像 就是上下左右 这边上下左右 然后你就填持进去了 我不知道这个为什么 没有 我再问他看看 因为这样子你看我刚才就打错 应该是要在left 但是我没有在left上面打 就错了这样 所以原因就是 你应该是这边放一个一个框框 然后在这边 然后写你的距离 目前是零还是多少 这样 这样的话就比较容易去设计 不然的话 那样的话就比较难 就是像 然后刚才不小心弄到top 所以就往下 好 那接下来就是卡 应该 应该知道 卡的话就是我们那个 有一个这样的内容 然后可以绑定质量 或者是不绑定质量 那我们上次讲说 这个就是EMI 这是建议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就是有 Action里面的input label Action里面的input加label 然后我们是放在里面 所以就是在这里 然后我们这边就可以复制 复制 还记得吗 这上次的作业 然后呢我们再加一个button button可以放在外面或里面 button button的话就可以 新增一个功能 这是要计算BMI 这是calculate BMI 这个应该是做过的东西 但是有点算是复兴 那你把BMI的计算功能把它放进去 那你如果是save的话 那就是这个会存在 你还去去编辑 save and ethics 就是 就是反正下次要去 这个进阶里面 然后去按这个编辑 我先暂时先选择这个 Tecurate BMI 然后按计算 你如果下次要编辑的话 要来这边编辑 这个就会把原来的这个编辑 这个编辑 好 那就过渡立刻的这个编辑 这样 OK 那这个就是这个卡 卡 然后我可以把这个内容都放在这个卡里面 然后形成一个 这个是一个整体这样 那你当然那个整体你也可以把它储存起来 那另外就是我们这边也有一个叫做 卡印象 我先把它删除好了 这个是上次所做的 所以它这个只删除这个的内容而已 所以我要再往外一层 它要出现那个卡 这才是我要删除的对象 所以你要看这个 那另外的话 可以看一下有V4在这里 就是我们这边 实际上它不是一个单纯的item 它是一个item 但是呢 它有绑V4 那你怎么看到呢 这边其实就是会有一个 这边其实也可以去做V4 V4这个绑定这样 但它已经有绑定了 所以这边可能就没有出现 你看这是一个有V4 但是我选择的item不对 也有可能 我选择是 有ipide 然后你可按一下 这个按一下 它就没有出现V4 Anyway 它这里有V4的纸在里面 那你V4只要去哪里看呢 你可以跑到这个里面去看script setup script setup 当然要 就是要能够看得懂 那你才有办法去 这个就是用code去写 你就是用code去写 你会写成 刚才所拉的东西呢 你看我们有拉一个function 拉一个go to link 其实都在这个地方 那V4的话 应该是在template里面 template里面 template 这里为什么没有template呢 这个是程式吗 function 跟news 那template在哪里 应该要有一个 这个function template 这个都是程式 squiz setup template 你要来这边看 好 我们这边就可以看看 你看有没有V4这个东西 眼睛好的东西有看到V4吗 primer center size为2 V4 size为6 哦 这里这里这里有没有V4 所以这是原理啊 V4你看这是item 对不对 然后它item有一个 这是html的id 就是唯一的编码这样 然后这是乱数产生 而且会唯一这样 然后这边就是V4 如果盖色 按按就是说是用news 就是用news news 然后news里面的news item 就是它的第一个record 然后news的index就是123 刚才有讲说要用index 没有没有秀出来 那我们这次来秀一下index这样 所以html的部分 也就是Ionic的部分 会在这边 然后css的部分 会在这边 那 那个有关于程式的部分 也会在这边 那最后把它combine在一起 对不对 只是我们用故意的方式 让它来呈现这样 刚才讲说我们这边要再拉一个 这个label 这个label 那这个label的话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bage 就是bage 看一下没有这种叫bage 然后text 然后bage 如果没有的话要去搜寻 有时候也找不到 有点多 bage应该是text 他为什么没有bage uplo range 有看过 他不是有一个搜寻 就是搜寻 b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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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便一个text 那应该可以 我们就把一个label 把它丢进来 然后我们要丢 要丢 丢在上面 这样 让这个label有点搭 那应该是text会比较小 我们就拉一个text 弄的会比较小 要拉在这个 这个的上面 所以这个就有点 看起来ok 那我们就绑定这个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去做double click 去做绑定 这个是没有办法绑定吗 没有办法绑定的话 就来这里绑 那我们是要用他的index 就是index就是会从12 select完之后 他有个index 那是一个 应该是一个固定的 那个值 会产生1230这样 然后text是不需要的 所以就把这个text拿掉 那接下来就是你要在有点css 就是说你这个 这个image或者是这个text 你要稍微 下面的左边 要稍微空一下这样 margin of 左边 我们就有这个pixel 那我们就看起来就是有012345678 这个应该是从1开始 那index就是从0开始 那我们可以选择ID ID就是从1开始 那当然就是这边要删除 那这个就是应该要直接replace 还是怎么样 还没有决定 这就跟你的raw是一模一样的 的那个位置这样 所以大概就是很容易 但是所谓的容易的话 还是要学会html 因为所有的css property 这都是html的 所以也就是说 Ionic 可能是based on 这个html 跟css 所以它的tag 跟那个什么是 就是从那个原始的 那个tag里面的样式 然后的那些标签 然后再加上css 然后做成这个iOS 还有这个Android的那个故意 故意的那个tag 所以只要追了你说 Ionic的tag 你就可以出现iOS 跟Android 那接下来的话 你就可以去扫描 看你是 这个上次有做过吗 那比如说这边是老式的嘛 那你也可以拿起你的手机去扫 我不知道 这个有做过了吗 我问一下 你们有没有手机都有装呢 有 那你就扫描我的 也可以 我扫描你自己的 像这边你就拿起你的APP 然后去做扫描 这样 我的APP 我要扫一下 我的手机的 搞不好你已经在扫描成功了 我的在这里 然后我的是这个 那iPhone比较麻烦一点 就是说他先选择扫描QR Code 然后之后呢 扫描成功之后呢 去run它这样 那你看这个是老师的画面 老师现在的画面 有1234的那种画面 那你如果说有扫描成功的话 应该也是跟老师的画面 是一模一样的 那iPhone都比较好看 后面我们讲说iPhone跟Android 这个同样是 blur 就差很多 好 那我们今天剩下三分钟 那我就顺便讲一下iPhone跟Android 这个好看跟不好看的地方 好了 那我们如果说click这个东西 我们现在有多一个东西吧 我们还可以去绑定 对不对 那绑定这边 我们可以说 我们就新增一个功能 好 这就是要show alert 我们show alert 我们show alert 你可以去看看 那个Android跟iOS 就是差很多的 然后我们在这个API里面呢 就会有show alert message show alert message 我们就给把它抓进来的 然后把整个屏幕放大 那这边就是alert 你可以传参数进来 然后丢到这边栏 OK 那这边就是按set and ethic 好 那我们这边click前面那个level 然后我们就要去show alert 好 我们现在没有丢参数进来 那没有了 不太迟 好 我们现在点选这个 很难看对不对 好 但是呢 我如果用我的手机 我用iPhone的手机去扫描这个 iPhone就很好看 我等我一下 在这里 我在 你可以再自己扫看看 如果你旁边有同学有iPhone的 你就可以去点选 然后看看那个差异在哪里 这样 你看 这是我老师忘了带那个 你看这是alert 这是那个iOS的alert 所以你可以看iOS的alert 跟那个Android的alert Android是很丑的 只能这么讲 所以为什么iPhone要比Android 可能要贵很多 就是这个人 这样 所以 所以 光做故意啊 这两根就做的不一样 但是它为了 就是iOnic为了做的 你是Android 你就用Android 你是IOS 就做iOS的 那可能Android也没有去抄 这个iOS的故意 所以光这个showalert 两个的功能就不一样 这样 一个是Android的 Hook and Q 一个是iOS的 Hook and Q 这样 好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 那下礼拜啊 就present 就是 稍微报告一下 就是在五分钟这样 你们这一组打算做什么 然后 这个 要解决什么痛点 这样子 你大家提出的solution 大概怎么去解决 就你们两个一组 然后反对一下 那报告一下 好 那我们今天的课 就到这边结束了